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静静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不会的 我赞成你的想法 我会想一想怎么调整以后的路线 你跟于老师虽然谈了两年的恋爱 但一直居少离多 俗话说恋爱容易相处难 真正相处过才知道合不合适 本来啊我还挺担心的 现在放心了 你啊真的成熟了 本来没想过 被你这么一说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于途 我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呀 你们这次一起住那么长时间 会不会忽然发现性格不合呀 以前我教你打游戏的时候 都天天在一起 早九点到晚九点 我每天六点就要起床 十一点才能到家 你忘记 你怎么博取我的时间了 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嘛 的确不一样 那时候我们相处的时间是白天 现在我要上班 再一起更多是晚上 不过静静 晚上 我们哪有时间不合 我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怎么了 不知道 一打早就开始发错了 就是你 于途你不知道 她居然谈得害我 我跟她说 哪天下班早 一起去吃一家网红餐厅 她居然跟我说 要和女朋友一块儿吃 不是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咱们办公室第一个图单呢 居然是小胡 第一个 谁说她是第一个 周末啊 我请男人吃饭 光也再回来了 给她进风 好好好 顺便了 把我女朋友 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女朋友呢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不过自己有个诗歌动我挑战 我还在考虑啊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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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宝 加油 潘宝 你是最棒的 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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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掉了